哈囉 歡迎回到不想工作 智商首說 我是Zoe 今天呢 是溫具女子博的第二天 那我為人要聯繫 所以跟昨天穿的一模一樣 大家會不會覺得我沒有洗澡 那今天呢 就要去逛剩下的攤位 然後還要去逛 溫具女子博自己推出商品的攤位 那邊有小遊戲啊 和他們周邊 我們再去看看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我會回到我的住宿sharehouse開箱 那如果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一定要先按個訂閱 還有追蹤 還有喜歡 我們開始吧 掰掰 欸 掰掰什麼 開始去了 這個攤位呢 是每次溫具女子博必備的抽盲盒 那有他們之前的那個小夾子 然後這次新增了一個新的品項 就是筆類 你看這個筆耶 太可愛了 它就是同一個版本 然後有大有小 就是大人小孩一起用於同樣的 先買個兩個來看看 內容物就長這樣 就是一個筆的組合 然後你要自己把它組裝起來 所有的配件都有了 把它組裝起來 然後 然後 這是裝哪裡的 這應該是後面這個 居然這個 前面還要放彈簧 對 這樣 這樣子對不對 好 把它組裝起來 就像這樣子 一支筆 然後它上面寫它說它是 2-way的 所以呢 你中間那一節 可以把它拆開 裡面這個拆開 哇 整個縮小 不是說裡面有兩支筆 而是這一支筆可以有兩種尺寸 超可愛的耶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二個遊戲關卡 這個呢 就是 垂球比賽嗎 垂球或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你看這個超可愛的耶 這是筆耶 對它是筆喔 好想要喔好想帶走喔 準備好了嗎 好來吧 好開始 這感覺比較這樣比較好 謝謝 謝謝 耶 耶 一次成功 我跟彥均都一次成功 大家 這一本呢 是每一年東京廠的文具女子博 都會推出的雜誌 那這個雜誌就像是我以前介紹過的 裡面呢 有介紹這次文具女子博 有什麼精彩的特典啊 有什麼必買的文具啊 最重要是它裡面的這個附錄 他們這次附錄呢 是和 阿卡美甘耶 這個插畫家合作的 那這裡面呢 有四樣商品喔 感覺是超划算的 那這一本大概是 兩千塊日幣 大家有看我前幾天上傳的IG Reels 介紹Eric的個展嗎 真的很開心看Eric的新品 然後沒想到在文具女子博也見到了 噔噔在這邊 這三盒呢 是他們最新推出的火柴盒木頭商 那裡面呢 都有各三顆路 有兩顆正方形的 然後一顆比較長的 未來我們可能也有可能會上架 大家敬請期待 我知道大家都是Eric的鐵粉 就是這個baby Eric baby 然後在文具女子博也只帶50個來 所以已經快要賣完了 我們來最後欣賞一下它的身影 因為他們說之後也不會再做了 像這種比較高單價成本的杯子呢 通常都是做一個感覺之後就不會輸入 光是裝飾就很好看 這一台呢是Middley Middley最近推出了金箔的轉印貼紙 那我剛剛看到有一個顏色真的是太好看了 一個非常特殊的金箔色 特殊到我覺得就算要跨越這個重重的人牆 我也要過去和大家介紹 這個這個大家趕快看 這四個顏色聽說是職能特地去弄出這個特別的顏色 不是那種常見到金銀色 而是這種綠色系紫色系粉橘跟藍色 然後都會有一種微微的金屬光澤 怎麼辦 我真的好希望他們可以把它出成常規商品 而不是限定的喔 好好看 說起來 大家看看這個 這是他們的新品喔 叫做 NOTOTO JOIN 那就是可以在 蓋在手帳上面 然後有一種裝飾的效果 那它就是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就長得很像是這種 隔肌目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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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我再試蓋一下 喔喔喔喔喔 すごい 這個效果 超好的耶 通常像這種鏡頭印章以前的版本 就是你壓太大地整個就是爆水給你看 失敗給你看 你會覺得很難過 可是這一次呢 就算你壓多大力 你都可以呈現一個很美的效果 很細緻的圖案 耶 我買到了戰聯品這麼的多 然後我們現在在進行一個非常長串的隊伍 我們好像在東京迪士尼樂園 玩牌有垃圾 你看從這邊到那邊都是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 那我們等一下呢 下個鏡頭就會回到我們的Sharehouse 開箱這些東西啦 掰掰 我回到Sharehouse了 不好意思 這次拍攝的環境跟之前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在Sharehouse的公共空間拍攝 所以可能會有別人的聲音 加上這個光線可能沒有到很好 大家盡情見諒 那大家可以看看我們Sharehouse是不是很漂亮 如果大家來日本短期居留的話 也可以考慮看看 我們之後會拍攝影片 大家盡情期待 好 我們進入到我們的開箱環節 這些就是我的戰利品 先從貼紙類好了 貼紙類呢 是我每次去文具女直播一定會買的 因為他們有個活動就是 買7張550元日幣 我這次呢選購了很多英文字母貼紙 我上次買了一些 但後來覺得還是不夠 所以我這次狂補貨 我買了9張 顏色和以前不太一樣 除了英文字母貼紙 還有這個日文的 然後可愛愛心造型的 還有這個色票風格的 色票風 還有這兩款是最新的 可愛的蔬菜跟甜點的 小小的貼紙 很適合手杖的格子大小 接著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的 這個快狀貼紙系列 那這幾包呢 就不是7包550日幣啦 它有另外的價格 它有分三個 是比較寫實女孩的風格 然後三款是比較歐洲可愛 再來童趣的女孩 接下來是這幾款 這個系列呢 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四個是同一組嘛 屋簷下的女孩生活 我現在覺得 這種寬張Test超好看的 因為它有大有小 所以你更好在手上做搭配 你看都不一樣的主題 這是花 然後這是動物 這是食物風格 然後這是夜晚風格 這四個的配色都 太好看了吧 再來就是又是另外一個系列 這個裡面呢 都有八款 然後每個有四個重複 總共有32張 有這個人物 兩個遛狗的男子 騎腳踏車的男子 然後再加上這個大背景 你看這個太可愛了吧 人物呢 放在這個背景前面 這樣子層層跌跌的感覺 然後還有夕陽 你看這個 在頂樓看月亮 還有車站 我很喜歡這種有大有小的感覺 你看 在這個捷運站裡面遛狗 好可愛喔 像這樣子的快狀貼紙呢 我覺得可以更好預測你要去貼的位置 然後你覺得擺到你喜歡的位置之後呢 再把背後的底子撕掉就OK了 大家喜歡這個系列嗎 那我們貼紙 全部看完了 感覺坐上空間突然少了很多 接著我們來看 製品類別好了 這個呢就是上一集影片和大家玩 猜猜看有幾個冰淇淋蘇打的遊戲的獎品 耶 它就長這樣子 很可愛 古川子宮的 滿滿的一盒 它裡面的陣容呢 相當的豐富 有十種圖案 然後每個都有各有十張 一包就是一百個鹿 第一個圖案 第二個圖案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這個好可愛 這個我很喜歡 第七個 第八個 第九個 第十個 這也好可愛 它這一盒呢 除了主角是 比起的蘇打之外 還有熊貓 這個很明顯 是熊貓冰淇淋蘇打 如果還沒有留言的人 趕快去留言喔 會在一月多的時候 抽出幸運的得獎者 大家不用擔心猜錯啦 只要有猜 就有抽獎的機會 紙品系列是這個 起紋印刷社的 它的火板印刷變遷紙 它這系列的火板變遷紙呢 都是2way的 它裡面有內框跟外框的分別 內框可以這樣子把它撕下來 單獨使用 新鮮起紋色印刷呢 明年的 早後女子博也會來 大家可以保溫那個時候喔 再來這個呢 是 那之前有介紹過 有貓咪的圖案啊 天典的圖案 這次呢 他們出了全新的 這個系列呢 是 金屬紙張 我這個人只要聽到 有金屬紙張 或是有燙金 有亮片的 我就整得淪陷了 這系列它是金屬紙 它的顏色比較少 只有五款 金屬的光澤 金色的 古銅色的 銀色的 就是覺得這款 有點銀灰色 然後這個白色的珍珠白 珍珠白這個顏色 一定會非常的好用 我相信這個顏色 我應該會是 第一個用完的顏色 然後再來是黑色的 這幾個顏色的 材質都是一樣的 真的很漂亮 我很希望他們之後可以出 大概是A4尺寸的 這樣子我就可以拿來 割刀膜機 不過因為日本的感覺 他們質品都不會出到 A4這麼大 大概都是這種小小的本質 好 質品類都開完了 我們現在來看 印章類別好了 印章呢 有這幾款 印章我買的不是特別多 說實在 日本的水晶印章 還是真的偏少 除了BGM啊 PAPIA SAKURA 就沒有什麼太多 其他的公司 在去做水晶印章的 我真的很期待 未來可以看到更多的水晶印章 那我這次買了 4顆木頭印章 那這兩顆呢 都是 起文印刷社的 他們這系列印章 還有得過獎 然後接著這個是 我意外發現的可愛品牌 它叫做 馬路江 馬路江 他們有很多 就是女孩系列的印章 它的印章 它印面不是這種橡膠的 而是這種 矽膠的印面 所以你蓋出來的 細緻度又再更高一點點 這家超可愛的 是不是超實用 天氣預報 那有印章就會有印台 印台這次呢 我買了這4顆 這4顆印台呢 是寫吉達寫吉哈達 他們最新推出的 淡彩系印台 最近呢 淡彩系真的是當道 超多東西都出淡彩系的 這4顆的顏色呢 我剛剛有用這個印章蓋好了 是不是很淡 超級無敵淡 我很擔心大家是不是看得到 有沒有大家看得出來嗎 就表示它顏色到底有多淡 好的 我們進入最後的環節了 就是 文具女子 啊 糟糕被我遺漏這個 這個是 木頭印章的固定尺 它其實就是 木頭印章的定位版啦 它就長這樣子 一個 直角 然後使用的方式呢 就是在這個紙張上面 比方說你固定這個邊邊 然後用這顆木頭印章 這樣子蓋 對 這樣子蓋 你就可以確定你的位置這樣蓋 這個東西其實之前 美國的品牌有推出過 不過日本的感覺 它的質感又好像再更好一點點 因為它上面的尺標呢 都摸起來會有那種 凸凸的感覺 然後也有寫上它的尺寸 那它的是公分製的 現在才是正式進入到 文具女子博周邊環節 這個呢 他們之前沒有出過這個變遷子耶 是他們第一次推出 它的表面呢 正面是滑滑的 背後是一種 粗粗的那種 盒子的感覺 很可愛 很符合他們今年的主題就是 可愛浪漫的下午茶風格 那就是它的變遷值 非常值得拿來珍藏 再來是他們每一年都會必出的水晶印章 那這次的水晶印章呢 是做一個甜點下午茶的概念 給你一個主題之後 你可以把它的甜點啊 蓋在你自己想要的地方 他們這個水晶印章呢 同樣是和BGM他們家所合作的 再來是他們家的快狀貼紙系列 他們這個快狀貼紙有燙筋喔 他們這個官方的產品也是相當的認真的 它的貼紙都是有燙筋的 是每一塊都有 而且它燙筋不是說燙得非常的誇張 而是在每個產品上面 小小的落影落線的 像杯子的邊緣 連它這整個紙上面都有燙筋喔 最後這個呢是他們的雜誌 這次的雜誌呢 它的附入有四樣 他們過去的贈品也蠻厲害的 這次的贈品也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它這次呢 是和非常有人氣的插畫家 AKAMAKA MAKANI所合作的 首先呢是這個品牌的火葉紙 除了封面內頁也有插圖 好好看喔 它的插圖 有三張 三張 然後後面是一些說明 再來就是空白的紙張 那不只是這樣啦 它還有給你這個限定的紙張 然後迷你尺寸的 這裡面呢 你看有這麼多種 綠色 紫色 深紫色 白色 卡其色 跟後面一些紀錄事項的紙 然後你可以再把它 這個牌子我知道在日本很有名 可是老實說我之前呢 都沒有用過我也沒有買過 這次可以試試看 沒有翻過來 不知道後面這麼驚為天人 你看 也是一樣是下午茶的風格 怎麼會讓我感覺有點想到 愛麗絲夢庸仙境的感覺啊 A5尺寸的資料夾 然後最後是這支筆 這支筆呢也是大有來頭 是最近很夯的白樂的筆 然後這個是綠黑色的感覺 你看上面是綠色的 所以它下面的圖案呢 也是和綠色有點相關 有種延續下來的感覺 這支周邊都非常的用心耶 這個就是它的目錄本人啦 那這目錄呢 今天就不介紹了 之後有機會的話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今天開箱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這次的文具女子博 2023年 希望我們這次拍攝的方式 跟以往是有所突破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還沒有去抽獎的話 趕快到上一集影片抽獎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未來一個月的更新 應該都會是在日本有關的系列 掰掰